车车行驶在马路上 一辆机车从右侧切进车道 不过才行驶了一小段路 机车骑士突然车子一横停了下来 还回头怒瞪 后方轿车赶紧煞车 下一秒骑士抬起手 就往车子引擎盖怒砸 还愤怒地指着驾驶 接着他下车 往车子再补一脚大力踹了下去 挥手要驾驶下车 良人就在马路上理论 事情就发生在10号早上 10点多桃园巴德广福路上 原来骑士阿北疑似被轿车 按喇叭非常生气 让他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就在路中央停下车 一锤打在轿车上宣泄怒气 在路他是恶意的喇叭 我觉得这样也不算好 但至少说理由就要充分 每个人遇到状况不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个人的情绪 情绪上边管理的 就遇到按喇叭的就 早会离开了 我们是尽量专注在行车安全上 最后驾驶和骑士阿北都掏出手机 好像要报警 不过后来阿北就骑车离去 还不忘回头再瞪两眼 本分局目前未接到报案 如果无故恶意逼车 可处新台币六千元以上 两万四千元以下罚还 这回疑似因为一声喇叭 导致骑士阿北理智线断掉 在路中央停下来捶车实在非常危险 而且已经违规 三立新闻十明企胡家珍桃源采访报导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